人物制造一个光线,发光一个效果 首先使用钢笔工具 那在做之前,当然 我们先加一个图层,再画在上面这里 来,点一下 钢笔工具在这里 点 点 点错了,Ctrl-Z后位 如果搞砸的话,记得从这边 开起来嘛,新增图,新增图到这里 来,压着不放 预设是标准,这边呢 有几个,这几个,1,2,3,4,5 点第一个,点第二个的时候呢 它是可以让你拖椅,再拖椅造型,OK吗 如果这样点下去呢 接下来 接下来呢 转弯的时候,其实我希望有绕圈圈的效果 那有时候这个会有点干扰 如果搞砸了,再提醒你 你可以再回到这里来 所以这个步骤记录还蛮方便的 我再画一下 再绕圈圈 再绕圈圈 这画的还不够,像到这里 到这里 可以移动 移动不是这个,透过这个,压着不放 这个可以移动 我觉得到这里就好了 这个可以到这里 那也许这边是可以宽一点点 这个点拉的时候也许还可以再移动 这个 那转到这里来,我希望再继续延伸的话 你看一下这个,还可以再加 比如这边呢,我希望这个 点后来是往上弯的 移动是靠这个 这个 可以再拉长一点 如果说,这做完这个线条,我可以再加个锚点给他 有的锚点呢,加 那移动这个,就可以把它再转过来 那再拉长一点,我可以再加个点 当你做完的时候,随时可以再加点 那有这个 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直接拖一下,我希望到时候呢 来 那这个点是让你调角度的 这两个点,你看一下 画光运上去,那也许光这个拉拉,这个可以去调 你像这个,这两个点在控制它的角度 拉上去这个,是可以来这样做调整 OK吗 那请各位这样,那锚点当你做完以后呢 做完以后呢 它是个半成品喔 工作路径是半成品,要按两下才会形成 路径 接下来我们这样才能使用 OK吧,来 那请各位先简单化一下